香港警方表示,在過去三天的抗議活動中,他們逮捕了157人,令到逮捕總人數超過1300人 愛爾蘭總理拉拉德卡表示,在沒有任何適當替代的情況下取消邊境,將意味著英國無血以下脫漏 俄羅斯和法國外交和國防部長在莫斯科外交部會面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,俄羅斯完全支持兩國總統在8月會面中討論的法國倡議 北韓國家電視台報導,為恢復稻田及受颱風零零破壞的河岸清理工作 明明在周末侵襲朝鮮半島,北韓有5人死亡,南韓有3人死亡 南蘇丹叛軍領袖李克馬柴爾抵達珠巴和該國總統進行會談 旨在達成持久和平協議